中秋假节即将到来 江苏各地的芡石 芋头 无花果等特色农产品上市了 农户们抢摊假日消费黄金期 争取在中秋假期获得更好的市场收益 在京江市东兴镇 这两天芡石迎来了成熟期 种植户们穿梭于塘中 熟练地剥开芡叶摘取芡石 芡石又名鸡头米 形似莲子 色如珍珠 在市场上很受欢迎 而近江市的香沙芋 同样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每年的9月初 当地的田间地头开始飘散芋头的清香 芋农们手工采挖 清理 打包搬运 一颗颗香沙芋经过加工 运往市场进行销售 这几年来 香香一上市 我们都是供不应求 现在每天都是按照订单来挖 中秋节前 泰兴市的无花果 也进入盛果期 一颗颗紫红的无花果 似小灯笼般挂在枝鸭 无花果富含维生素和膳食纤维 其果实清甜芳香 近几年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 经济效益也十分可观 多火了就发到 本来上海的南京了 现在价格本来五六块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